他已經嫌我犯了 如果再知道我喝酒 他會更討厭我 對不起 我太自私了 是我叫你不要管我的 我以後不會再煩你了 對不起 等一下 日山 找一下附近門牌號碼 把你那裡的地址告訴我 日山 你好嗎 日山 小心一點 我可以 沒事啊 我可以 我 為什麼要招拉自己 讓我擔心 我的樣子 是不是很醜啊 我看看 在你的眼睛裡 我可以看見我自己 你怎麼哭啊 你怎麼哭啊 為什麼不把自己照顧好 你要讓我擔心呢 你怎麼哭啊 我 對不起 我讓你丟臉 我讓你傷心 我還一直要把你推走 我 對不起 我知道我自己很惡劣 可是我也沒有辦法 我不會再拖著你了 我不會再拖著你了 沒有 我答應你 我會 我會 我會一直答應我自己 我要放棄你 不管再怎麼難過 再怎麼怨對 我都必須把你忘記 你現在這個樣子 我怎麼做到 我再也不管你 你也不是很害怕 我會不會再拖著你 我喜歡你 我會不會再拖著你 我不會再拖著你 我會不會再拖著你 我會不會再拖著你 你的眼睛 你會不會再拖著你 你也消失太久了吧 没错 摇滚心热血男儿小伟回来了 干嘛不进去啊 我把钥匙丢了 你人怎么不会丢啊 你这有辈分的啊 你不要这么想我好不好 谁想你啊 你不想我 我想谁 不愧是你在想着别人 别人没有想你 我只是想要幸福 用一生努力 我只是想要幸福 我只能然后能追育 我终于满足 我是喜欢你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不生活 因为什么階段 メal 我最佳 你元 谁 前小伙 俺 统 猫 ि 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我爸跟他 就是为我过生日 你这么想 你只要你自己最爱 我希望你喜欢 第一次跟严晨旭合作 我也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 他其实是一个 很内敛的演员 那跟我是比较 外放的是很不一样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跟他合作 很棒的一点是 我们是相辅相成 可以跟其他男人共鸣 刚开始我觉得 他可能是可以闹可以玩的 后来又以为是 他在折磨 可是其实我后来才知道 他真的就是为了效果 然后我觉得因为这样子 也让我更放松 原来是更倒霉 于是他有太多需要 承受我体重的时候 不只是有飞 还有抱 还有我坐在他 起的脚踏 是我坐在后面 对他还蛮不好意思 他就会常说 不要再吃了 你这个死胖 周六晚间九点 星星的泪光 就在故事十三点 中文的黑ывает